Hello,大家好 那么上课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些知识 如果说没有彻底的弄懂的话呢 最好不要接着往下看 一定要把前面的知识 给彻底的学会之后 才能接着往下看 不然的话 到时候即使是你把整个月里片都看完了 你可能还是大佬有些迷糊 所以记住一定要看完一集 学会之后再看下一集 如果说对前面的内容 真的是有一些不明白的话呢 那么可以加我的QQ 我已经在这个屏幕里面写出来了 这是我的QQ122767668 加我的时候注明是我们的学员就可以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节拍的认识 那么经常我们在生活中听到朋友 或者是不管是音乐的 非音乐专业的也好 还是音乐专业的朋友也好 他们都会这样说 这首歌是二拍子 这首歌是三拍子 这首歌是多少多少 四二拍 这首歌是四四拍 八六拍 八三拍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词语 那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常用的一些解拍 拍号 那么当然它有很多种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也是用的最多的 其他的的话呢 就是用的非常非常少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跟我们数学里面一样 四分之二 这里有个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四分之四 八分之三 八分之六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代表着我们的节拍 它的意思呢 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就是说 这上面的是分子 下面的是分母 上面的是多少 就代表着每一小节有多少拍 前面我们不是有提到吗 歌曲它是分 一小节两小节 三小节四小节 这样去分的 所以说 上面的是二 那么就代表着 这一小节 每一小节它是有两拍 上面是三 代表着每一小节有三拍 是四的话呢 就代表着每一小节有四拍 那么这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就代表着每一拍 它是什么音符 那么四二拍 就是每一小节有两拍 那么每一拍呢 就是四分音符 那这个呢 就是每小节有三拍 每拍是四分音符 那么这个呢 八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小节有三拍 每拍是八分音符 八六就是每小节有六拍 每拍是八分音符 我们详细的来说一下吧 那么四二拍 刚刚也说到了 就是四二嘛 这就是五线谱 五线谱的我们都会在开头 所有曲子 不管是五线谱也好 还是简谱也好 这个节拍 我们都会写在曲子的前面 五线谱就写在这里 简谱的话 我们会写在这上面 左上角 好 这个是四二 也就是说 这每小节有两拍 每拍是四分音符 我们看一下 这第一小节 两个八分音符 组成就是一拍 这有个八分音符 而这里呢 有一个八分的修纸符 它们加起来也是一拍 所以刚好是两个一拍 两个四分音符 就对应了 就是每小节有两拍 每拍是四分音符 那么这一小节也是一样 你看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一个八分音符 一个八分修纸符 加起来也是一拍 这两个加起来是一拍 然后 这里也是一样 两个八分音符 加起来是一拍 后面的一个八分音符 加上两个十六分音符 两个十六分音符 就等于一个八分音符 所以 这里呢 也是一拍 组合起来也是一拍 这个组合也是一拍 刚好是四二拍 后面的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简谱 简谱也一样 你看两个八分音符 一拍 然后 一个八分音符 一个八分修纸符 组合起来又是一拍 所以刚好对应了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这后面的也一样 你看 这个 两个八分音符 加起来就是一拍 然后 一个八分音符 加上两个十六分音符 也是一拍 后面的都是一样 你看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两个八分音符 不是一拍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 负点八分音符 加上一个十六分音符 这两个你用数学法 你算 它还是等于一拍 负点八分音符 就是多出来了一个十六分音符 就跟我们这个类型一样 这就是四二拍 很简单 那么我们看四三拍 也就是说 它每一小节有三拍 那么每一拍是四分音符 我们看一下 这三米缩加起来 不就是一拍吗 刚好 再加上后面两个四分音符 就是四 三拍 看到没 一二三 那么这里呢 也是一样 米缩加起来是一拍 然后这个多也是一拍 后面有 它这是个二分音符吗 简朴的二分音符 加上刚好是四拍 那么这里也一样 米缩 加起来是两个八分音符 加起来是一拍 这个是八分音符 高音多 这个缩 也是四分音符 后面两个都是四分音符 加上这个四分音符 四三拍 你看 后面都是一样 简朴 你看 这里写的四三 我们看 是不是每一小节有三拍呢 所多 两个八分音符合并起来 就是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然后这个 是多的负点四分音符 就是多出来一个八分音符 跟这个right 加起来的话就是一拍 然后这个一拍 这个一拍 后面的一样 一拍两拍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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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四三拍 那么四四拍 同样 好 我们来看这个五线谱 它是四四嘛 然后首先第一小节 它是用一个全休止符 然后这个呢 是用一个二分休止符 两拍 加上这个四分休止符 就等于三拍 再加上这个me 高音me 就又等于四拍了 然后这里呢 一个right 高音right的二分音符 加上 西四分音符 加上缩四分音符 也是等于四拍 然后这个 负点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本身是两拍 它就是负点二分音符的话 就是两拍加 原本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一拍 两拍加一拍 等于三拍 加上这个缩四拍 你看 这个就是全音符四拍 然后这个 二分音符两拍 加上 负点四分音符一拍半 再加上八分音符半拍 加起来还是四拍 你看 这每一小节都是这样的 然后简朴也是一样 你看 多 负点四分音符 一拍半 加上这个八分音符半拍 就是两拍 再加上这个二分音符 right的二分音符 就是两拍 就是四拍了 然后这个 负点四分音符 就是一拍半 加上八分音符半拍 两拍 再加上后面的二分音符四拍 这后面都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四四拍 就是每一小节有四拍 那么每一拍为四分音符 或者是说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那么剩下的就是八三拍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四分音符为一拍的格比较多 那么八三拍的话呢 就是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那么我们可以看 八三嘛 你看这三个八分音符 每小节有三拍嘛 一二三 第二小节一二三 第三小节一二三 然后这个负点四分音符 就是三个八分音符嘛 然后这个八三拍就是一二三 三个八分音符 一二三 负点四分音符 又是等于三个八分音符 这些各个音符之间实质的之间转变 数学一定要算好 就是之前就需要记熟的 如果说你现在觉得算起来比较麻烦 那说明你之前就是没有记熟 那就需要返回去 再把之前的东西给学熟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简谱 八三拍 八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你看一二三三个八分音符 一二三三个八分音符 三个八分音符 这个负点四分音符 又等于三个八分音符 然后八六拍 你看就是每小节有六拍 每拍为八分音符 就是六个八分音符的意思 你看这个我用的是吉他谱 六线谱 特殊了一下 你看第一小节 你看这三个八分音符 后面又是三个八分音符 加起来不就是六个八分音符吗 六个八分音符 这也一样 你看这后面都是 简谱的话 你看 缩缩缩 你看八分音符 又是三个八分音符 就是六个八分音符了 负点四分音符 就等于三个八分音符 好 那么基本上这些 理解起来很简单 你就要去多多用点精力 去把它给记熟 因为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些 然后我们来说一个另类 那么比如说这个是四四拍 那么为什么第一小节 它就只有一拍了 很多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结尾的地方 你看负点二分音符 但是它就只有三拍 开头只有一拍 结尾只有三拍 那不是老师你刚刚不是说 每一小节必须是有四拍吗 我没有说必须 我只是说每一小节四拍 但是呢 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称它为 若启 就是若启的意思 若启 就是这种手法我们经常用的 很多歌都会用到若启 就是前面的开头和结尾 加起来会等于四拍 开头和结尾加起来 但是中间的依然都还是四拍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节拍 我们基本上音乐的常见的 最常见的就是这些了 一定要记手 这样的话方便 以后我们去看谱子 好 大家加油 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我的QQ号122767668 加我的QQ号来 好 好